有5名曾参与2019反修例运动的港人青年抗争者 日前成功抵达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华尔街日报》20日发表独家报道 访问了5名抗争者中的3人 讲述去年7月中旬 他们乘坐充气橡皮艇前往台湾的军果 以及其后获得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香港民主委员会帮助前往美国 5名抗争者年龄介乎18至26岁 受访的3人透露 他们在启程前几乎互不认识 5人每人出资约1300美元 约1万港元 合资购买一艘双引擎橡皮快艇 在出发当日 5人在一个偏远码头聚集 身上只穿不起眼的T恤和短裤 有一人拿着鱼竿 另外有人戴上其所有积蓄 他们担心有人是内鬼 不互相间甚少交流 出发后 他们靠着iPhone和指南针导航 看网上YouTube视频学习驾船 期间5人轮流掌舵 即注视海面情况 行驶约5个小时后 他们发现自己仍在中国水域 过程中多次遇到不明船只 其中一名25岁抗争者 华明瑞一树表示 我们真是吓死 约10个小时后 橡皮快艇驶到公海 当日晚上他们以电话的闪光灯 打出求救信号 约一小时后被台湾海巡人员发现 再到东沙群岛上岸 再到高雄一处秘密地点安置 5人中有人向台湾当局表示 希望留居台湾 但台湾担心 这或会成为北京入侵东沙的借口 拒绝有关要求 华尔街日报就此向台湾总统府查询 当局发言人以保安及隐私为由拒绝回应 重申台湾政府会按照法律向港人提供人道支援 美国国务院获悉事件后 通知美国香港民主委员会组织总监朱慕明 要求他向5名港人抗争者提供人道主义帮助 华尔街日报运述消息指 美台用了半年时间 才成功帮助5人安全地离台赴美 5人于今年1月13日乘坐飞机前往瑞士苏黎市 再转往纽约 美国国务院亦没有回应 华尔街日报对此的查询 其中一名受访者是25岁男子 华明瑞 曾是货舱文员 他在反送中期间参加过中大及里大保卫战 在香港警察包围里大时 他漏夜从高处吹降 经路轨逃离 警方曾多次搜查他父母的住所 故他不敢回家 另一名22岁学生 华明涛敏 兼职过酒保咖啡师 他曾因2019年参与非法集会 被香港警方扣留3日 并被没收护照及面临暴动罪等多项指控 最后一名受访者是26岁工程师 华明Kenny 曾在2019年10月被捕 被控袭警等罪名 Kenny易述 他被捕后 曾遭警员狠狠捶打他的后脑 甚至一度被打至昏迷 5人到达美国后 才得以与家人联络 在视像会面中 Tommy的父母及兄妹抽气 瑞的母亲说 对他还在世感到意外 华尔街日报表示 5人已在美国安顿下来 Kenny在华盛顿 与其他香港难民一同居住 并成立组织协助香港示威者 而瑞和Tommy在纽约合租 希望继续学业及未来成为美国军人 华尔街日报形容今次事件 如同六四后的黄雀行动 黄雀行动是六四事件发生后 由当时的港人发起 秘密营救因参与八九学运 而被中共通缉的政治意见人士 协助他们前往西方其他国家 其间由西方外交官 商人 香港帮会 及走私人士等不同背景人士协助行动 朱先生说 台湾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香港 在八九年所扮演的角色 今年二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应该向逃难中共政权压迫的人们敞开大门 布林肯告诉MSNBC 如果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 且如果他们是中国当局镇压的受害者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给他们一些避风港 感谢观看